欢迎你来到乐朵的YouTube Panel 今天教大家如何做出不同颜色的校服下妆 有四种不同颜色的校服下妆 第一件棕色校服 先换上校服 下妆 接下来找一个地方拿出坐垫 点击菜单 点击小道具 点击家具 选择坐垫 往下滑点击材质变更 选择光泽 然后坐在坐垫上 接着点击菜单 回到刚刚的界面 点击小道具 点击回刚刚的坐垫 往下滑把材质位置的诚实打勾 点击四次X压 之后把衣服换回校服 下妆 下妆 再坐回坐垫上 点击菜单 点击小道具 点击回刚刚的坐垫 往下滑点击四次X压 这样就完成第一件总色校服 接下来第二件衣服 换上校服坐在坐垫上 点击菜单 点击小道具 点回坐垫 往下滑把材质大小的诚实打勾 点击XYOR 哦 点击四次X压 把衣服换回校服下妆 再次坐回坐垫上 点击回刚刚的坐垫 往下滑点击四次X压 这样就完成了一件黑色校服 接着第三件黑粉色校服 前面都是一样的操作 往下滑把材质大小的打勾拿掉 点击五次X加 然后把衣服换回校服 下妆 再次坐在坐垫上 重复刚才的界面 往下滑点击五次X- 这样就完成第三件校服 第四件白粉色校服 前面的操作也是一样 往下滑在材质大小的X- 点击五次 然后换回校服 下妆 再次坐回坐垫上 重复刚才的界面 往下滑点击五次X加 这样就完成最后一件白粉色校服 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 打开小铃铛 感谢收看 中文字幕——YK 新歌